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与台湾科技大学及专业营养师合作 以国民健康署公告的我的餐盘六大营养素 制作深入浅出的营养桌游牌卡 借由和营养师的游戏互动过程 让长者透过考营养抽早餐 学习正确的饮食营养知识 那长者在能够理解这个均衡营养的认知的部分 能够更加的轻松容易学也容易记 然后进而能够落实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 它能够就是好像变成习惯一样 然后吃对东西然后对身体有帮助 那希望让这样子的一个认知课程 不会太过无聊 然后也应用桌游的方式 然后引导就是长者到我们社区里面 就是一起来学习这个营养均衡的一个认知 那其实研究团队在研究的前期都发现说 其实长者他们在吃早餐的时候 其实都一直吃的不是很健康 所以我们就透过早餐的议题 然后并从共产的活动切入 去发展出一个工具方跟一个行动的方案 那其中就包含说自助取餐 然后还有营养课程跟游戏等等的一连串的活动 那其实长者对于我们的设计的一个排砍 跟工具其实反应也都非常的良好 那整个研究的结果也正值说 长者在这一方面的饮食态度 有一些提升跟改变的一个情况这样子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工具包 可以让营养师有一个更有效的教学工具 可以让这个教学可以入食到每一个社区当中 大安区健康服务中心111年 便办理四场桌游乐林活动 总计共有102名长者参与 满意度高达97.8% 参与过的里长与长者 对于活动都给予相当高的肯定 我们一路的在这样子的研发当中 发现长者真的除了缺乏运动 也缺乏他们的均衡营养 尤其特别是在早餐 我们现在面对大安区的独居长者 不要说是独居 双老的独居也算独居 可是他们的这种作息 太简单了 都把它简化到完全在吃的这方面 不但没有均衡营养 甚至于简化到已经失去营养的作用 所以在这个构想当中 我经历了这样一块一年的时间 发现我们如果能够透过有一些新的构思 引发他们能够有趣的去做出 做出他们受众自己的营养 其实这个是对他们来讲 健康的第一步 怎么样吃才健康 营造吃的快乐气氛 在脑筋里再把六大营养素 记在脑筋里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们现在看到了 我们会互相鼓励 你今天有吃健康吗 这就是应该要在社区落实的 最重要的 我们阿月民众为了这堂课 还去买了健康产品 表示这是值得推行的 他们会说 鳗鱼带肉一掌心 要怎么样不会激少症 他们背起来了 坚果种子一茶匙 这两个就够了 鸡少症 还有狮子 我觉得这样就够了 8月份举办的五场 乐龄健康享受好时光活动 即日起接受报名 已居住在大安区 65岁以上的长者优先 欢迎踊跃报名参加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бизнес集完 0… 1… 3… 4… 5… 感谢观看